新闻一开始来看到距离周二美国总统大选投票日只剩下不到48小时 而最新的民调显示两位总统候选人欧巴马罗姆尼的民调仍然是非常的接近 几乎是呈现平手 在选前最后一个假日欧罗两人都是行程满档 一天要横扫好几个州 而在选前的最后一天 预料两人会前往几个极具关键性的摇摆州做最后冲刺 向选民提出他们的终结论点 距离美国大选投票日进入关键倒数 欧巴马和罗姆尼究竟谁能入主白宫 路透社易普索机构四日公布的每日追踪民调显示 在有百周中的关键周二嗨二 欧巴马以48%的支持率领先于罗姆尼的44% 但仍在误差范围内 在对全美范围内的3805位可能选民的调查中 欧巴马以48%对47%领先罗姆尼 一个百分点 在另外几个兵家必争的摇摆州 维基尼亚 科罗拉多和佛罗里达 选战人陷入胶着 把握选前最后周末 欧巴马和罗姆尼两人一天内穿梭数个州奔波赶场 选前之夜 他们将会到宾夕法尼亚州 科罗拉多州和维基尼亚州进行冲刺 周日的民调显示 两人在有9张选举人票的科罗拉多州打平 在有29个选举人票的佛罗里达 两人支持率分别为48%和46% 在有13张选举人票的维基尼亚州 欧巴马47% 罗姆尼46% 新唐亚太电视 曾文仙方鹏编译